我們已經綁定完PIN腳 而且已經重新編譯出整個騷錄檔 所以接下來我們可以做的就是 開始真正騷錄到FBJ版裡面 然後可以觀察每一個腳位 它的波形我們所使用的工具是 和Verricamp這一個工具 這是我們之前跑出來的一個結構 我們的Simple這個模組很簡單 就是輸入是什麼輸出就是什麼 我們現在就重新建立Verricamp的專案 重新跑一遍給大家看 這是Verricamp的程式 我們把它打開 使用這個程式要先New 建立一個專案 那我們的專案呢 剛剛我們有分資料講 把北漢的東西都放在這裡 所以我就可以用 Simple 這叫Verricamp 所以我加點VC 開啟 這樣就會用Simple VC 那現在它要我指定聘角的資訊 Quartus2的QSF 所以我就把 Quartus2的QSF 載進來 其實也就是這一個 不過我們已經把它摳過去 在Terra的資料夾底下 同樣也有一份 這兩份都是同樣的 所以我們確定之後就按OK 按OK之後你會看到它的片角指定 其實很清楚哪一個角指定到哪裡 那版型是哪一個 都很確定 接下來呢 指定好之後 我們這裡有一個Programmer 這個就是 要載入那個燒入檔 我們把它開起來 開起來之後呢 我們其實看Program for FPGA 就會進行燒入 那我看一下 那我們會看到 北漢的板子 它有亮了一下 有某顆燈亮了一下 那之後又按掉 這就代表 燒入成功 那這邊的燒入訊息是成功 那在這裡呢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是我們可以用這個來 做波形的實際偵測 所以我們先選IO的這部分 把它呢 想要觀察的角位 統統都放進來 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 稍微放大一點 你可以看到 這是它的Clark 系統的Clark 就是整個PeplePGI版 它裡面有一個 實脈的產生器 那我們透過這一個 我們先編輯一下 輸入波形 那輸入波形的編法 我們可以一次先把 所有的東西通通都指定為0 那這樣子就會有一條平線 接下來呢 我們再編進一步的 某一小段呢 指定為1 這樣 在某一小段才指定為1 好 這樣我們就有輸入波形 就好了 好 OK 輸入波形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看模擬 應該不叫模擬 就是真實的 觀察它的波形 所以這時候我們把這個波形 Edit點掉 開始按Go 你可以看到我們按Go之後呢 它的輸出 基本上就是跟輸入一樣 這不就是我們 非常簡單的那個simple的 電路的功能 所以這裡我們看到整個操作過程 首先我們選擇這個檔案 然後呢 我們去把波形編一編 然後就把它模擬 這樣子就OK了 好 那就是我們整個的 已經真正上FPGA版 而且稍入 而且用北漢的工具 去偵測它的實際波形 是什麼的結果 那這已經不是像 EKLS那樣只是純粹把模擬 它已經是直接上板子 最後偵測出的波形 這點是要特別注意的 像EKLS也可以輸出成波形檔 也可以不一定要輸出成報表 但是這個波形是實際 在FPGA上面 跑出來的偵測結果 這是不一樣的地方 我會遇到 它可以在這裏